大家好,我是全心全意,今天分享豪仔烙 这是一道广东潮汕地区美食 之前在广州每次吃潮汕砂锅粥,必点了一道菜 我买了一包冷冻的生蚝,大约223克 现在来清洗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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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锅后要把蚝油剥平不要叠在一起 确保每一块都受热均匀 因为蚝油会出水,有些油花四件,盖上锅盖中小火慢煎 当你看见没有油花的时候 就拿开锅盖,观察它的边缘 看到边边有焦黄酥脆的样子就可以翻面 非常漂亮,金黄酥脆的样子 当另一面也焦黄酥脆的时候就加入蛋液 蛋液基本凝固后翻面 关火出锅 豪宅烙有各式各样的做法 我比较喜欢外焦凛嫩的做法 蚝油又香又嫩 还有人喜欢最后点鱼露 或者加辣椒酱 都看个人喜好,反正就是好吃 喜欢我的分享 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别忘了点个赞 欢迎留言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